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2月1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 红阿叶 今早有利达首席投资及ESG策略斯王耀忠And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ndy 早晨 大家好 联储局昨晚议息完 1月预期维持息口不变 但3月份减息的憧憬大降温 美股受额纳指更加急跌了2% 不过恒指夜期收市显过百点 稍后会问Andy如何详细解读联储局的议息 之后市场的看法 意思是来到美股港股的走势 大家有什么股票疑难的话 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联储局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 连续第四次按兵不动的 符合市场预期 主席鲍威尔在会后说 政策利率可能处于金轮周期的峰值 但认为当局不太可能在3月减息 议息结果公布前 导致再破顶 低开之后曾经倒升过百点 但鲍威尔的言论拖累美股表现 导致业接近全日的低位收市 收跌317点 报38,150点 标指跌79点 报48,45点 纳指跌345点 报15,164点 微软、Alphabet和AMD 在AI的进展未符合投资者期望 股价跌超过2%至7% 至于美国小飞龙数据放缓 美债息回落 10年期债息跌穿4厘 美汇指数就由跌转升 见103.7的水平 但只要点美股 Google母公司Alphabet跌超过7% 而苹果、Amazon Meta公布业绩前 值股价跌大约2% Tesla跌大约2% 另外波音额后提供业迹指引 股价仍升5% 就是最强的导指成分股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阿里、京东和百度 给本港收市价升超过1% 阿里自宣布70.5号3 美团升0.9% 腾讯和网易给本港收市 升0.7%至0.8% 汇丰控股ADR自宣布61.5 给本港收市价升0.4% 港交索升0.3% 比亚迪升0.7% 理想汽车升2% 然后看看今早上外围的市况 亚太区股市方面 普遍向下 其中日本股市跌0.7%左右 日经平均指数36,000点 跌至286点 澳洲股市也向下 其中澳洲市跌1%左右 新西兰跌0.3% 南韩市跌穩升0.8% 然后看道指期货 升33点 至于恒指黑期 恒指黑期也可以跌穩 升95点 我们先和Andy谈谈外围的消息 大家都在等待联储局议息 其实都猜到结果一定是息口不变 所以总之都是符合预期 利率就维持在23年高位 会后声明就说 已经结束金轮加息周期 但就还未预备 很开始减息的行动 大家也留意会后有记者会 主席鲁威尔就说 几乎所有委员都认为今年 减息是合适的做法 政策利率可能处于 金轮周期的峰值 但当局 不太可能是3月减息 他都说 虽然美国的通胀已经显着放缓 但还高过2%的联储局的目标 就说希望下半年 通胀会持续下降 又说局方需要通胀持续下降的证据 强调更加大的风险 其实是在于美国通胀 恐怕会在2%的上方趋于稳定 Andy你又怎样看 今次的议息声明 以至于鲁威尔的言论重点 我们应该放在哪里 还有对于未来的联储局 何时开始减息的时机 有没有什么启示呢 其实昨晚联储局 就是记者会那里 很多记者出现初时 都不断在那里打扫 鲁威尔的影响 你有没有一些明确的方向 告诉大家呢 初时其实那个 就是头那几个字 根本市场反而是 初时都是比较向好 气氛 因为其实都是 鲁威尔提到 其实都 正如刚才提到 都接近是封值那些位置的 直到有一下 终于撞到它出来 就是说三月份 其实就减息的机会 不是那么大了 然后就开始 市场的气氛就 就好像一盆冷水 开始倒了下去了 对我们来说 就不觉得特别猜疑的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觉得三月减息的机会 理论上不是那么高 而当中其实鲁威尔提到那些说 要看究竟那个 通胀的数据是否会反复 究竟是否很有信心 可以觉得已经冷却了呢 其实就正如都是我们之前 和大家在这里都有分享过 就是觉得其实那个利率 就是那个headline inflation那些 其实可能开始会 stabilize 开始稳定在这里 就是会反复一点点的 再加上它自己 当时就没什么提及了 其实红海那些事件 油价升了不少 那些其实都有机会 令到那个headline inflation 赚回一点的 虽然核心通胀是真的 有一些回落的 仍然还是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位置 我是联储局的话 都宁愿稳稳稳稳一点点 还有一个位置 我觉得其实它在看 究竟是不是一个季节性效应 就是说的失业率 劳动市场那样东西 那暂时他们仍然是觉得 非常之不需要担心 或者叫做比较健康 但是究竟是12月的数据 是因为 就是圣诞节那些季节性效应 突然线扯高了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都会想 所以其實所有事情還原基本步 好像幾個月前都和過去這幾個月 都是跟大家說 所有事情我們如果真的要看的 就是央行可能比較大的動作都是等三月 三月是不是會減 我暫時覺得都是不大的機會 但是因為其實昨天那個記者會那裏 他都有特別提到 除了三月去看看是否會有減息的討論之外 其實QT相關的事情 都會在三月的時候去和大家討論 所以我自己覺得整體來說 所有央行的政策 無論聯儲局、日央行、歐洲、BOE、英國那邊 其實可能大家都是等待在三月附近 大家再夾好自己才想想 會做下一步是怎樣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說不是很詫異 但是對於市場上面 是不是有立即很大的反應呢 我覺得是股市回多了一點 是的 但是股市回多了一點 其實都是符合之前和大家分享的 預期都是一月份 可能都真的就是那些一月效應 都是想想一月是不是會 開始逐步找不到吃虎 那些這樣的情況 是的 再加上少少業績 有少少trigger了下去 所以央行事務沒有什麼特別 再有什麼特別大的更新 是的 但是市場上面我猜是 業績開始主導短期的氣氛多一點 是的 你也提到說 美股的反應比較大的 的確 因為聯儲局減息 預期突然大降溫 以及連續幾間大型科技股業績之後 都好像接受壓 所以有個借勢回落 其實Andy之前也說過 美股真的升到那麼多 可能也有個短期的調整壓力 那如果你怎麼看 二月份進一步調整壓力 究竟有多大呢 還有我們應該是暫時 就是要大家暫停一下 再進一步在美股上去衝 還是不是 你之前不是說 其實就是每一次回調 都是買美股的機會 你怎麼看 接下來二月美股的策略 首先他講了的就是 應不應該繼續去衝 我覺得這個情況 是不僅僅是放在美股食用的 因為大家近期很喜歡去講 印度股市 甚至日本股市 這些情況的 早一兩個星期都開始 跟大家提過大家一件事 我明白 當然現在是開心的 出來講的都講了接近十年了 但是其實你說 真是不斷去講環球投資 要分散投資 其實真是近這一兩年 才開始比較多人著重 這個其實是開心的 因為這個在投資者教育上面 真是一直都期待 環球的資產配置 就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在一個短期的角度 其實前一兩個星期 都有跟大家講 現在你去追 尤其是如果你想分散投資 進入日股 印度股市 我覺得短線 其實這一個效果 不是那麼大的 甚至是歐洲那邊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分散投資 有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說要知道 當然地區性的分散是重要的 但是其實分散投資最重要的 其中一個環節 就是有沒有得 將相關度拆開一點 就是不要說它升我又升 它跌我又跌 或者儘量將那個幅度 要減低一點點的 但是最慘呢 就是其實剛剛過去這兩三個月 剛才提到的那些市場 是大家接近是一起升一起跌 那樣的 所以我覺得短期上面 是的 如果你是看一下美股的 就更加不要太大 說那我追日股 那就更加未必有這個效果在 是的 甚至我們有時候 會看回隔壁的 比較成熟市場 例如日本 甚至澳洲 歐洲都是 其實甚至他們連個別 一些板塊 都會有個很強的相關度 跟美股一起走 是的 所以這個是第一點 我想提回的 是的 那第二點呢 關於美股是否應該要追 我仍然都是維持 覺得 從一月份開始 大家都會看到 好像木頭姐那些高增長股 都其實是無力的 是的 就是你看著ARKK 是的 甚至看著小型股 其實不像太有力 是的 所以我就覺得這些 可能真的 二月都未必是這麼吸引 就是看看 究竟二月 甚至三月那些時候 是否可能已經 喘穩了才能再考慮 是的 但是如果整個美股 就是當作S&P500 是的 就是這些大型股為主 我自己覺得二月份 可能起碼初時是一個 如果你說短炒少少的朋友 就當作調整 就是用中線的角度 我也是覺得這些是一個整固 因為都是用一個 逢低級納的角度去看美股 因為其實我相信 挺有趣的 就是我們經常都會嘗試 去用基本面和技術走勢 去配合在一起 因為上個星期去了一些大型機構上面 去做一些分享 是的 其實連一些機構投資者 都覺得挺特別的 原來基本面上 我們過去不斷跟大家說 盈利增長 無利 其實美股是由去年第三季 第四季才開始見底回升 而股份 因為股價 如果用回兩三年的週期 其實股價都是跟著 基本面一起完成了兩年的調整 再次完成一個兩年的調整 感谢观看